各位法师 各位祭司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 这故事出自大庄园论经 在大政杖第四册285页下栏到287页上栏 布施及词戒等道理比较浅显易懂 而对善根成熟的人来说 则更好要深奥的佛法 过去曾听说 阿异王刚开始对佛法生起信心时 屡次迎请僧众进宫接受供养 每天听闻佛法 而且还拉起伯葬帷幕 遮蔽妇女们 让妇女们在幕后也能一起听法 当时说法的比丘认为 妇女们大多沉溺在世间的快乐 因此只为妇女们赞叹 布施词戒的功德 讲说布施词戒的法门 那时 宫中有一位擅长歌舞的女艺人 她过去式的善根已经成熟 不顾触犯王法 甘愿领罪 就直接拨开帷幕 来到比丘面前 对比丘说 佛所开示的内容 只有布施词戒吗 还有没有其他的法呢 比丘回答说 姐妹 我没想到 有这么立根的人 所以只说了布施词戒 如果你想听的话 我就为你说更深的佛法 接着 比丘告诉这位女子说 佛说出一切世间 所不曾听说过的法 就是所谓的苦及灭道 是圣地 于是 比丘便为女艺人分别解说 这位女人听了之后 就立刻见到 正得出国 这时 女艺人就说 虽然我违反了王法 然而却能得到大利益 接着便说了一段寄诵 大意如下 由于听闻是圣地 使我得到法眼镜 而没有杂染 我用这违翠的生命 换取了佛法坚固的毁命 假使国王现在前来治罪 要杀我 而我因为已经得到毁命 都不会再有丝毫 懊恼 后悔的念头 这时其他的宫女们 看到这名女艺人 竟敢触犯王法 大家心中都战斗恐惧 生怕和他一同受罪 这时女艺人看到这种情形 便自己手拿着刀 来到国王面前 无体投地 认罪 及请求国王 是他一死 他又说了一段寄诵 大意如下 大王的法治非常严厉 没有人敢违背 触犯 我为了听法的缘故 触犯了律法 我甘愿来受死 今天我渴求佛法 不顾一切 来到僧人面前 就像春天发热 而非常口渴的牛 一心只求喝水 不回避 棍杖鞭打 突然冲入清澈 溪流中 喝饱满足了 才返回 大王应当知道 佛法非常难得听闻遇到 就像是忧谈花 非常难得看见一样 就度三界众生的大师 演说各种殊胜的妙法 我能够听到这些法 怎么会不开心快乐呢 他所说的教法 实在是破除无名黑暗的明灯 与灭除烦恼的大法骨声 是通往天人的桥梁 又听到解脱灵 发出令人欢喜愉悦的声音 过去菩萨曾修苦行 精进求法 跳入山崖 及割肉不施 以寻求无上菩提道 如今已经证得无上菩提 为人演说妙法 很难得遇到 我现在能得到这样的教法 又为什么不听闻接受呢 这色身就像是聚集的泡沫 又如空心无始的芭蕉 即瞬间消逝的水泡 扬艳 使色身被地水火风四大所缠绕 就如被四毒蛇纠缠一般 今天非常难得能遇上这场法布施的圣会 神可贪惜这笔漏污秽的身躯 而舍弃听闻佛法 而这围脆虚幻不实的身躯 虽然还能行动 环顾观看 显现种种未已举止 往来 行走 坐下 躺过 行动 说话 实际上并没有恒常不变的众生 却误以为有实在不变的众生 种种一种举止 一切都如幻化一般 不久之后都会分散 毁坏 被舍弃在坟墓间 尸体 海骨 如同枯木 石头 没有知觉 被乌鸦 着石所残留的肉 也会被雨水 进食 腐败 就像迷人 最终都会毁坏一样 这时国王听了这段祭诵后 便对女艺人说 既然你那么虔诚 听闻这些法 那你体正了什么呢 女艺人便说了一段祭诵 大意如下 实不相瞒 我应当如实说 我已正得出果 请大王发欢喜心 专心听我说 我如今自知体正法性 终究不随他人议论而动摇信心 心中没有任何疑惑 已关闭三恶道之门 已经到达生死的边际 我已脱离欲有色有无色有的牢狱 过去受到六十二种邪剑的捆绑 如今已经卸下 不久之后 将脱离三界的戏服 去向涅槃城 具足实力的佛陀 所说的五蕴十八界十二处 我全部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观照此身 只不过是装了四条毒蛇的小箱子 五蕴就像是拿着刀的盗贼 贪欲就像是假装亲近的怨敌 内六根就像是空荡荡的举落 外六臣就像是攻破村落的盗贼 使人陷入爱欲的团流中 我已经领悟这些事 所以一心追求安稳的处所 国王听了之后 对佛法加倍 升起净信心 便说 这如何知道呢 因为连智慧浅薄的女人都能够理解体悟 甚至超越幼师外道的缘故 我现在向正德无上菩提 调育丈夫的佛陀 升起归一的心 归命救度一切众生的大悲如来 佛陀开示甘悟法 男女长幼同等修行 接着说了一段寄宋 大语如下 或许有人认为 女人的理解比较粗浅 其他有智慧的人 崇尚恭敬法才能体悟 而像这么深奥的毅力 被有智慧的人所敬重 这正是释迦牟尼佛 最殊胜正确的教导 所说的妙法 听闻的人非常欢喜 专心正念而收拾心意 能使得心不放异 所说不是为了争论 也不是为了摧毁或坏他人 而外道的种种言论 一切自然互坏 不曾赞叹自己 名声就遍己世间 虽然说真实功德 这是为了引导众生 不是为了夸耀自己 威德虽然殊胜 不过内心清澈 并且极静 虽然具有一切智 却不会自傲高慢 所做的事虽然勇猛强健 却又能善巧调顺 远离各种高傲自大 却又不会显得浅漏低裂 说法能长久流传 没有人能讥笑责难 慈悲 无害人之心的佛陀说法 虽然有种种差别 可是没有任何人 能说出他的过失 言谈的内容丰富 广阔 却没有一个听众 会感到厌恶 佛说的语言 虽然与世俗相同 道理却能超越世间 如来所说的法 以文字流传在世间 但长眼说 或去不曾听过的妙法 度化众生的方法 也是心颖有奇异 这么好的言论 没有人不合掌鼎礼 有谁不赞叹世尊 是善巧论意的人中大狮子 就像春夏时节 无论阴天晴天 都能利益万物 佛的话语也是如此 能利益各类的众生 能消除众人的疑惑 对自烦恼 善巧宣说开示 能令众生出离三界 显示安稳灭盘处 也能令众生感到欢喜 或是惊恐 也能令众生 也能令众生称赞 也能使众生感到悲伤 也能使众生得到利益喜悦 为灭除烦恼而说的话 诸法的真实相是无常 如同神通所变化的事物一样 如幻如化 应说的话 一定说 不顾于人情 有时所说的话 虽然刚正 严厉 却不违背法相 真是最殊胜 有智慧的圣者 就像大海水 浅进中间及边际 味道都一样 佛法也是一样 初中后皆善 听了之后都能获得清净 明智的人听到他的话 勇猛精进 心满意足 听了这些话之后 再也不喜欢外道典籍 言词都庄严俱足 辩才非常美妙 也不因此而骄傲自负 说法时也不会缺弱 一切中最殊胜 彰显毅理 圆满俱足 实在是一切之人 外道体会的一礼少 只是以世俗的智慧 庄严慈聚 言词虽然很美妙 可是没有法义滋味 只是虚伪 惨媚而说法 世间非常愚钝 不明事理的人 若能把握 世尊的正法火炬 也能误入 最究竟的真理 就像是进入自己的房舍一样 佛陀的弟子们 我要亲近 并护持他们 诸大弟子们 善巧调腐诸根 他所说的佛弟子 我今深信不疑 我现在于大众面前 称阳 宣说这些话 从今日起 允许世家弟子们 经常进入我的王宫 我从今日起 敬信 沙门 世家弟子们 允许他们 不受限制 进宫 能以甘露佛法 满足女人的心 就像这位宫女的心 已经得到 寂静 去向解脱处 因此 应该 时常听闻 甚深 四地的 毅力 这一则故事提到 佛法 不分 男 女 老 幼 只要善根因缘成熟 又有善知识的引导 人人皆可顾道 就如故事中提到 这位擅长歌舞的女艺人 本来国王拉起帷幕 让他们在幕后听法 她却宁愿触犯王法 不顾生命危险 直接拨开帷幕 对比就说 佛所开示的内容 只有布施 慈戒吗 难道 没有其他的法门了吗 地球很惊讶 宫中竟有这样 善根深厚的女艺人 于是 特地为她 解说 苦极灭到 世圣地 解脱法门 女艺人听了之后 立刻证得出国 这位女艺人 深感 设身 为粹 能为法 妄趋 真是 难能 可贵 我们反省自己 听闻佛法 与修学佛法 是否 也只是 陷于 布施 词戒 等 仁天 善法 而已 是否 真有在 缘起 空 无我 等 智慧 法门 下功夫 希望 大家一起 共勉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